大家好,我是白龍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實況 我今天要實況手機遊戲 我今天要實況一下皇室戰爭 然後我們打這款遊戲 目前有一些心得想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款遊戲啊 我統整出來了 我還寫了一張眉毛 我覺得有三個重點 然後重要性 從上排到下 從最基礎到最難 一就是特性 什麼是特性呢 特性就是你要了解所有牌的特性 例如巨人 他的血量就是比較多 然後他只會打塔 然後例如火槍手 他是遠程攻擊 然後他傷害偏高 但是他的血量算中等 然後野蠻人是什麼呢 野蠻人是一次下就下四隻 然後血量算中中上的程度 我說的特性就是指這些特性 你要了解每一隻的手下的 每一隻牌的特性 還有他的 包括他的攻擊能力啊 是遠程近成空 或是他是專門打塔 專門打小兵 然後還有這些魔法牌 萬劍齊發是 萬劍齊發是打群體的 的敵人 火球可以打牌 可以拿來打 像野蠻人這種 中上血量的牌 當你了解所有特性的時候 你就知道哪一隻牌 可以剋哪一隻 然後哪一隻牌 又可以專攻哪一隻 有點牢口 特性就是指這個 那第二呢 就是時機跟位置 時機就是你放牌的時機 你的聖水機到什麼時候 該放小兵 該放什麼牌 然後位置就是 你放牌的位置是 該放塔後面呢 還是放在兵的前面呢 之類的 那第二點就是時機跟位置 我覺得大部分 一二點就 一二點能夠透徹的了解的話 可以說是技術已經非常高超了 然後 白龍還在測試所有的牌 所以現在技術 我的技術只了解我 有選的牌 其實如果你要是真的 玩得非常的專業的話 你應該要所有的牌都了解 你才有辦法 知道對方下這張牌的時候 你該要如何反應 然後最難最難的就是第三個 預測 預測是什麼意思呢 你要預測對面有 對方的牌有哪一些 這個很重要 可是這個是非常難的 例如 你知道對方 我舉個例好了 例如你知道對方有萬箭啟發 當你有 骷髏軍團的時候 你就要選時機放了 因為你知道對方有劍 可以來打你的骷髏軍團 所以你應該要等到他的劍 射完了 你再放骷髏軍團出來 不管你放骷髏軍團 等於趁他的意 他就可以一波把你的骷髏軍團給消掉 那等於說你放了等於白放 那 預測就是你可以 猜到對方什麼時候放牌 跟對方有什麼牌 好 那今天的分享 技術 技術分享 就是我覺得我整理出來的重要的 攻略 我寫字有點不太好看 大家看得懂就好 如果有任何意見 或是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目前白龍12還在轉眼 3 有點難 好 這集就放到這邊 我是白龍 各位白粉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